那个时候还讲这种话的人 就是在希望赖清德当选 就是1450的返窜 如果你在乎自己的一点点 所谓的什么突袭的感受 你自己比较重要还是 那个台湾人比较重要 被质疑马前总统喊出 力挺全民调是在突袭侯友谊 马办执行长萧续成 这番话说得很呛 至于柯文哲前一天喊出 希望朱柯协商会邀马前总统 当见证人 马办也证实朱立伦已点头 昨天我们有获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 马总统来当一个见证人 我们把行程都取消 而根据了解 人在台中的柯文哲 14号上午还特别排开行程 和幕僚视讯会议 替接下来的朱柯马会谈 沙盘推演 而蓝麦阵营随即也分别证实 这一场会谈 确定在15号上午10点 在马英九文教基金会正式登场 除了朱柯马三人之外 侯友谊也会出席 但要不要找马前总统当证人 蓝营内部仍有杂音 不只谁该与会蓝营闹内讧 日前传出国民党已定调蓝白盒 用全民调焊政党支持度 六四笔作为底线 民众党依旧不买单 再另外做了一个政党支持度 再去加权的话 这样不是有一个疑似灌水的嫌疑吗 但国民党立委参选游淑惠也开呛 政党认同度 为何不能做 总不能只算你强的把我强的剔除 立法院国民党团更用平面媒体最新民调 有66%民众认同蓝白盒 因纳入政党实力 逼可就范 尽管蓝白能否整合进入倒数阶段 但光是全民调占比 双方就没共识 怎么谈下去 恐怕又是一场戏 三连城黄城博钓品军台北 参谋